干部党員陸續到場 民眾黨中部感恩參會 在彰化舉辦 黨主席柯文哲中午才到 這次也沒露了要在台中耕耘的 前立委蔡碧如 碧如解釋我們的好嗎 我是台北的 籌備有一個多月了吧 快一旦收到訊息 第一線就馬上聯繫 他馬上說好 很開心 好像還是柯文哲在當選的樣子 電視台沒有在討論國民黨民進黨 每個都在討論民眾黨 選前打就算了 選後還繼續打 奇怪怎麼一回事 在台北感恩參會上 柯文哲自嘲自己比較像是 總統當選人 選後照樣被修理 不過他卻在臉書上跟大家抱歉 是因為台北的參會 每桌只有一瓶紅酒 大家很快就喝完 很抱歉沒有準備更多 但他也不忘提 本來是很溫暖的參會 卻被大做文章 再說明參會是要感謝選舉過程 工作團隊以及其他幫忙的好朋友 一個是一百多年的政難 一個是四十幾年 但是你們只有四年 那現在網路上所有人 相信民眾黨的人都希望你們越來越好 當天的網紅桌除了公開力挺的館長 愛麗莎莎還有發起卡拉貝的第二娜娜 夜市特工等都是座上賓 柯文哲在消毒 而蔡壁如也在臉書說 尾牙是小事不用無限放大 如今台中廠用蔡壁如跟柯文哲同座主桌 把台北邀約爭議掀起的肅殺內鬥 翻向下一頁 TV別的新聞畫商品 立拼彰彰彰化報導 麗如姐 所以一直是沒有收到邀請是嗎 這個 這敏感問題讓蔡壁如前後尷尬 五秒鐘才吐出真言 應該是行政作業的蔬食 那我覺得就已經過去了就翻頁吧 吃一頓飯本來就是小事 何況我不是很喜歡吃飯的人 台中他們有邀我 我都會去 說了這場沒被受邀 就是民眾黨24號晚間舉辦的感恩餐會 包括網紅館長 愛麗莎莎 還有直播主丁特都到了 但自家人蔡壁如竟然不知情 這場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不滿 認為這根本就是感恩餐會 為何要被扭曲成尾牙 民眾黨也強調 感恩餐會主要是總統大選部分 邀請對象為中央黨部 敬辦智庫及民間友人 並非尾牙 這場餐位也早已透過LINE 通知蔡壁如絕對沒有落高 因為蔡壁如人可能就要這方面前來 不過的確是有邀請的 這是不是雙方有愛 但這場感恩餐會 除了在中央黨部以外 中部將在二十七號登場 另外還有南台灣以及新竹場 至於同樣沒被通知的李友宜 以及知情但沒出席的陳婉慧 則是被列入二月四號的北部場 結果昨天那是全國的 入民收集是民眾黨委牙 很奇怪 這個這個 我們選舉我們是輸了一萬人 結果每天這個政務結果 我剛才沒有聽你罵我 奇怪 不要拿那個一點小事情 然後就這樣無限扣到 黨已經陸續的辦理 各地的感恩茶會或餐會 那屆時各地的區域立委候選人 都會參加 柯粉柯A空戰一場茶會 釀成黨內茶壺內的風暴 TVB新聞名字陳妤宇宣 台北長報導 民眾黨二十四號感恩餐會 包括網紅愛麗莎莎 館長還有直播主丁特都到了 但代表民眾黨參選 區域立委的蔡壁如竟然不知情 可能是距離的美感 沒有人通知我 對你現在你問我 我又突然認住 昨天是什麼尾牙 還蠻難過的 是不是跟國民黨互動比較密切的 就被黃珊珊封殺 但民眾黨主席控制夫人陳佩琪不滿 認為這根本就是感恩參會 為何要被扭曲成尾牙 然後找可以在媒體上出聲 想黑民眾黨的人來批判 民眾黨則強調感恩參會 主要是總統大選部分邀請 對象為中央黨部進辦智庫 及民間友人並非尾牙 而這場參會也早已透過LINE 通知蔡壁爐絕對沒有落高 蔡壁爐 他因為他有掛一個中央的 這個創新創業委員會 他是特殊委員 是有邀請他 也許因為一些原因 蔡壁爐可能就不方便前來 不過的確是有邀請的 我們有多數的新克力委 也都去嘛 去參加我是來賓啊 不是我伴 感恩參會除了中央黨部場之外 中部將在27號登場 另外還有南臺灣 以及新竹場 至於同樣沒被通知的李友宜 以及知情但沒出席的陳婉慧 則是被列入2月4號 北部感恩查規 很奇怪 選舉我們也是輸了一方名的 結果每天這個政論節目 我剛才沒有聽你罵我 奇怪 每天在討論科文革跟民眾黨 他不是選舉結束了 不要拿那個一點小事情 然後就這樣無限擴大 柯粉柯黑空戰 一場查規釀成黨內 查湖內的風暴 TV新聞許家瑞 林家貴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委員他就是一個職位 我不管在哪裡 那他因為反正有時候 黨內也常常開這個雲端會議 就算距離不是問題 要不要接民眾黨中央委員 前立委蔡壁如依舊沒正面回應 但私下意願不高 因為 我會繼續留在台中 我也是找好了之後要住的房子 甚至我昨天還去買 去看了一台車 蔡壁如從權力核心 到如今沒回黨中央 甚至還跟抨擊準立委黃珊珊 最猛烈的國民黨桃園市議員 林涛直播 外界各種權鬥說法在起 尤其競選期間 在幫蔡壁如的前秘書長謝立功 再轟黃珊珊 雙重黨籍 跟發言人陳志涵 隔空互嗆 放這些新聞 那就代表你人生最後一點的道德 做人的基本的 理義廉恥都沒有了 草包怎麼可以當發言人呢 他如果夠謙卑的話 他應該跟我道歉 你自己擔任郭秘書長 你不曉得黨規是什麼嗎 放這些炮目的是什麼 誰叫你出來放炮的呢 我覺得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去傷害柯文哲非常沒有道德 假設我們連地方的幹部 都有需要單一的黨籍 那你如果是不分區的委員 那當然應該要遵照這個規定 還有前黨員林冠年也來參與角 直指陳戰夫妻 越理民眾黨三四十萬 只會圍著柯文哲講好聽話 一旦蔡比如回來 肯定遭殃 新宿民眾黨有以蔡比如為首的菜派 對抗黃珊珊 陳志涵夫婦等勢力 我也希望有這樣子的一個假碼 或許會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都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去反映 儘管否認內鬥 民眾黨內暗潮汹湧 吞噬敗選檢討聲浪 反把人事鬥爭捲到檯面上 TVBS新聞李國正麗皮 台北報導 大選後手持出席公開場合 台中市長盧壽彥 與本命區的藍營新科立委 黃建豪貼緊緊 一路上有說有笑 被稱為搖擺桌的台中 這一次靠著盧壽彥 目擊戴小機 還有示範藍白河 助攻成功 反轉綠地變藍天 幫藍營搶下了六個國會席次 加上副市長王玉銘 進到不分區立委名單 在藍營內表現出色 不過王玉銘走副市長的人選 恐了出來 傳出有地方建議盧壽彥 邀請民眾黨蔡壁如 加入台中市府團隊 延續藍白河 對此盧壽彥話也沒說死 基本上我們的市政工作 大家如果看我五年的市政風格 我們的市政工作 不會考慮選舉 也不會考慮政治 完全以市政以及建設 以及市民照顧為主 盧秀燕說有在掐談 全媒說明副首人選身份 但也指出一切不會以政黨為主 強調以市政優先 不過針對這項傳聞 蔡壁如表示 婉拒大家的好意 理論上這個選後 應該還是回歸 在跟黨部這邊討論一下 我的下一步 副市長這個政治人士命令 對我來講壓力太大了 蔡壁如認為要是接任 台中市副市長 對民眾黨的衝擊大 所以不會接任 雖然沒有延續藍白河 但他強調會繼續留在 台中海線服務生根 我想我們的主張就是 在野陣營一定要合作 所以在地方上面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的陣營 我們都希望說 在野陣營共同合作 來監督現在的執政黨 而台中藍白河選後沒有繼續 但都身為在野勢力 新科立委黃建豪就指出 接下來藍白河 還是需要一起合作 監督中央發展建設 TVBS新聞黃軍的繁衍 金氏少組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